今天起了一个早 早上睡不着 下来买稀饭 这我家这个地方还真奇怪了 楼下竟然有一个中式早点摊 这个可能是命好 因为在泰国吃一个中式早点 确实是很难的 我以前也在他家买过好几次 你看看 豆浆油条油饼 还有稀饭 稀饭是那个潮州 就是那种把肉熬了很久的那种做 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个肉 一碗稀饭 两个两个 我带走该回家吃 回家了吗 我一般要他在西方里加个鸡蛋就可以了 这个真的是很巧 因为在泰国找到中餐 这个就纯粹是中餐了嘛 你看泰国人也来买的也不少 他家每天早晨就开 早晨五点钟开到早晨的九点钟 可以放点在西饭里吗 这个东西 我不要热 我要这个东西 就是豆浆油条稀饭 典型的种事情 我如果你要是在六点多七点钟左右来的话 他家人很多的 他一天的卖好多 但是这个人他 他换了好几个地方 都是我在我家附近 他总是租人家那个房前面的那一块地方 估计也是租住地主也不愿意 你看泰国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回家 这个稀饭也能带回家 这家华人也是挺辛苦的 每天早晨在这里辛苦的忙碌子 忙碌 搞好了 这是一顿早饭 七十猪 我加了一些 这个猪肝和 猪小肠吧 大概是 还有一个鸡蛋 还有四个油条 加在一起五十猪 基本上也是够吃 饱饱的一顿早餐了 基本上也是完全够了 有这种早餐店 像这种中式早餐 在泰国基本上是很少找到 应该也有 很少找到 他们的油条有个特点就是 老华人做的油条都是 很短的 不像我们中国的大肠 有一条 这里是找不到的 我是命好吧 下楼就有一个 他天天早餐在这里 从早晨五点钟开到九点钟 他租到人家店前面一块地方 还不错 算命好 好了开吃开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